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示警了 说中国下定决心将加速攻打台湾 实现统一 国防部长邱国正今天表示 国军建军备战有固定的骑程 但对方要提前或是延后的话 国军也不会无动于衷 而我方也将再添力气 驻乌克兰抗扼重炮 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首批的11套将会在2024年运交台湾 海马斯具有射程远 火力密度高 机动性强等等的优点 专家也表示 这将大幅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 飞弹发射熊熊火光瞬间划破天空 乌克兰靠着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成功击溃俄军逆转战局 我方也向美国采购29套 一度传出可能延宕 但根据国防部最新更正绝标公告 首批11套将如期在2024年运交台湾 不过总加来到100多亿 大约增加4亿元 现军备战的工作都一个其省 不要人家听到什么的捕风捉影 有骑程有管控 车火箭强调都在战狂中 而其他18号则预计在2027年全属交货 海马斯多尾火箭有射程远 短时间内火力密度大 机动性高等等优点 也是台湾发展不对称战力的一大利器 积极天空军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提出警告 近来中国对台态度产生变化 不再接受两岸现状 下定决心要在更短时间内攻打台湾 实现统一 下一秒下个钟头要干了 我们都要做准备 他想要什么延后提前 我们不是武动于衷 中国正重金招募 英国退役飞行员协助训练解放军 有没有可能向台湾招手 我方也高度关注 共军威胁日益加剧 国军建军备战 随时做好准备 就很高兴有提报导